大家好 欢迎来到行者象棋 今天的亚运会夺冠之战 将由赵欣欣对战郑伟统 他们奇异高超 实力在伯仲之间 究竟谁能夺得冠军宝座 胜负难料 本节视频为大家分享一盘 他们在 2020年中国象棋排位赛的实战对局 这将是大家备受期待的精彩对局 赵欣欣对阵郑伟统 这是一场激烈的超快棋 当时两位棋手在这盘之前下了二盘合棋 于是进行了这盘超快棋一决高下 他们都有着非常强大的象棋实力 让我们一起欣赏这场精彩的较量 比赛开始后 赵欣欣直红先行 开局采用了中炮的布局 而郑伟统则选择了平风马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开局 棋局的走向将取决于双方的具体招法和变化 双方在开局阶段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每一步都充满了考虑和谨慎 赵欣欣在局势稳定的情况下 逐渐发起了攻势 她的鞠 马 炮和兵形成了 一个既可攻 又可守阵形 威胁到了郑伟统的平风马 在接下来的对局中 赵欣欣展现出了 惊人的计算能力和战术眼光 她巧妙地运用冰河鞠 形成了一个马炮双线的进攻 将郑伟统的车逼到了困境之中 郑伟统陷入了被动 她必须小心应对对手的进攻 否则会落入下风 然而 郑伟统并没有轻易让步 她采取了一系列精妙的防守招法 巧妙地保护自己的棋子 同时寻找机会反击 这场对局真是围绕中心的进攻和反攻 让我们看到了高水平的向其对局 局势的发展一直非常紧张 每一步都可能改变整个局面 赵欣欣一直试图压制郑伟统 但郑伟统的坚韧步拔令人印象深刻 她巧妙地调整了自己的棋子位置 争取将局势扭转过来 接近中局阶段 赵欣欣逐渐占据了优势 她的棋子布局更加有利于进攻 她的炮和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攻击阵线 威胁到了郑伟统的将帅 郑伟统必须小心应对 以防止被对手趁机攻破 在对局的最后阶段 赵欣欣展现出了冷静和耐心 她不急于攻击 而是巧妙地运用冰壳炮控制了局面 逼迫对手犯错误 郑伟统在极度压力下犯了一个严重的失误 被对方的车吃掉了一只马 这让赵欣欣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最终赵欣欣巧妙地运用冰河车的协作 将局势引向胜利的方向 她的进攻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郑伟统无法抵挡 不得不认输 这场对局充分展示了 赵欣欣的出色奇异 和冷静应对压力的能力 同时 也要为郑伟统的顽强抵抗和巧妙防守点赞 这是一场充满战术和计算的激烈对决 让人们不禁为中国象棋的精彩魅力所倾倒 在结束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后 赵欣欣成功战胜了郑伟统 赢得了这场排位赛的胜利 她将继续前进 追逐更大的荣誉 我们也要祝贺郑伟统 她表现出色 为比赛增添了精彩的元素 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解说 请继续关注新者向其的精彩分享 我们将会为你们 带来更多的精彩对局和解说 再见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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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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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